嗨,我叫阿文 我是維州選舉委員會VEC的職員 如果你在8月28日之前登記成為選民 在10月份市政府選舉中投票的話 你將會在10月初收到一份選票包 如果你在10月16日之前仍未收到你的選票包 請致電92090101索取新的選票包 看看選票包裏面有什麼 兩份選票 投選市長和副市長的粉紅色選票 以及候選人見證聲明小冊子 投選各議員的藍色選票 以及候選人見證聲明小冊子 選票信封 有之以赴的回郵信封 首先,讓我教你如何正確投票 首先,看看粉紅色的選票 以及候選人證見證聲明小冊子 第一步,有需要的話 請人幫你讀出小冊子上候選人的證見證明 然後決定你投票的人選 第二步,如何正確投票 依照你的投票選擇 純粹在每個方格內填上數字 在你最希望當選的領導團隊旁邊的方格內填上一字 然後在你第二個選擇的領導團隊旁邊的方格內填寫二字 在第三個選擇的領導團隊旁邊的方格內填寫三字 你必須要依序在所有方格內填上數字 現在我們看看藍色的選票 以及候選人證見證明小冊子 第一步,有需要的話 請人幫你讀出小冊子上 候選人的證見證明 然後決定你投票的人選 第二步,藍色的選票是投選議員 你有兩個選擇 選擇一,在滑線上面投票 你只需要在你最希望當選的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別旁邊的方格內填寫一字 然後在你第二個選擇的候選人旁邊的方格內填寫二字 在第三個選擇的候選人旁邊的方格內填寫三字 你必須要在滑線下面的所有方格內填上數字 現在,讓我教你怎麼寄回以前好的選票 第一步,將粉紅色和藍色的選票放入選票信封裡面 第二步,在選票信封的後面簽名寫上你的出生日期、冬天日期、然後密封 第三步,將你的選票信封放入由之以赴的會由信封裡面 第四步,盡快寄回選票 你要最遲起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六點之前 將你的選票寄出 或者,親身送到你當地的選舉辦事處 投票選出你的物議本市政府 Your Melbourne, your vote